好,那應該老師都有可能都有聽過或用過我們做所謂的去背 那您覺得去背的話可能要學習什麼 像Photoshop啊或者早期我們用PhotonePack,對不對 那您覺得一張照片要去背要不要花一點時間 要啊,現在,因為我在部落格上我有寫一些AI的系列 就是我們與AI的距離 以前大家會覺得說AI好像科技的技術比較高深 可是其實在我們現在生活裡面,AI已經可以怎麼樣用了很多 而且這個東西老師可以發現就是我們在教學上也很好用 您包括做簡報、做影片、做網頁是不是都有區背的需求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拿它來用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有沒有老師要來前面玩一下 沒有,你知道我只能用那個 我剛才已經先介紹了 哈哈哈哈哈 真的嗎 真的 好,那我們就 借助它囉 來 哈哈哈 該不會抽到孫大老公公,這不行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比哦 來,我們看一下 OK,再一個 欸 欸 欸 這個 這個 果然 哈哈哈 果然這個聖誕島觀光威力比較厲害一點 來,今天是他的日子 來,我們先跟他 say goodbye 一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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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個應該嚴正老師跑不掉了 哈哈哈 嚴正老師 哦,在哪邊 哦,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看這樣順便認識同學有沒有 哈哈哈 這是我們第一次上課 老師來來來,請在前面 戴口罩可以 哈哈哈 哈哈哈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呃 我先問一下老師好了 你喜歡哪一個鏡頭 左邊還是右邊 哦,圓圓的 哦,圓圓的,好吧 那我們就只好長大一下啦 這樣可以嗎 哈哈哈 來,請看前面 左邊這一台 好 來,請看著它 嗯 我們要一起合照,還是你要塗照 合照好了 哦,好好好 那你可能要稍微過來一點點 好 OK,OK 欸,前面一點點 好 OK,OK 這樣,頭比較大隻一點 好,來,請看前面 準備囉 一、二、三 好 來,這裡 您這樣滿意嗎 哦,可以啊 很便 還是 不滿意我們可以再拍一張 沒玩笑 欸,上課沒有看過老師 就是自拍的嘛 哈哈哈 可以嗎 可以吼 好好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好,老師請回 謝謝謝謝 感謝你 好,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剛剛這樣子之後 我們 這裡 下面 這裡有沒有這個網址 點開它 好,您可以點開它 那這個網站呢 您只要把它貼上去就好了 好,只要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我現在已經在簡直步上 Ctrl加V 這個網站它本身有英文的 有簡體的 有其他語氣 就是沒有繁體中文 好 所以你要翻譯也可以 好 好,你看 不小心好了 這樣會不會太快 哈哈 看一下圓圖 有沒有感覺 雖然你們在螢幕上看比較暗一點 但是我們在電腦螢幕上看是還好 嘿 所以你知道 AI可以取代一些人力了吧 丟上去就解決了 有沒有很快 真的很快 那它不只是有這樣的功能 它還有提供什麼 編輯的功能 有沒有這有編輯 所以你可以進去裡面 針對它做不好的地方 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看到 如果說你只是想要像單眼相機那樣子 就是做一個景深 點上面就好了 對不對 後面就自動變背景模糊 再來呢 因為最近大家 有這種出遊的需求 對不對 現在大家都偽出國 不用不用不用 自己來 你要去哪裡 自己 自己點有沒有 呵呵 這樣馬上就 我們去了三個地方有沒有 哈哈 對 那可不可以上傳自己的照片 當然可以啊 在這裡所有選擇的照片 你可以上傳自己的 所以馬上就做好了 那當然 這裡也有顏色 所以現在拍大頭照 是不是都用白色的 以前我們小時候 是不是都用這種顏色的 呵呵 所以老師知道 你以後拍大頭照 要去哪裡拍了吧 手機拿出來就好了 因為這個網站 也有什麼 行動裝置可以使用的 當然它也有APP 但是你不用裝APP了 就直接 打網址進去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直接照的 管理在哪裡照的 只要 比例符合 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欸簡單齁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 如果說你要 保留透明的 就是選擇 後面這個 是這種網格狀的 這樣就可以 那好了 如果說萬一 你覺得它真的去的不好 你還可以搭配它有筆刷 有橡皮擦 也有復原的工具 那大小你可以自己調 有沒有在這邊 比如說我覺得 啊這裡 老師的頭髮這邊 有稍微擋到了 我可以把它擦掉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覺得 欸這邊它做太多 沒關係我們可以復原回來 是不是就回來了 可是這個地方 就變成你要再擦除 所以你知道 我們以後學那個 影像主義軟體 你要學什麼的嗎 把橡皮擦 學好就好了 這是最重要的任務 對不對 欸你只要會擦一擦 剩下的交給它就好了 現在是你傻瓜 他聰明就可以 好那如果沒問題 我們就按下載 下載 有沒有 那這邊剛好我們可以認識 什麼 影像的格式 因為 我們現在網頁上 標準的影像格式 除了JPG 巨幅之外 是它一個叫PNG 那PNG 除了可以不透明的 它最重要是 它可以帶 一個256種顏色的透明程度 也就是你從透明 半透明 到完全不透明都可以 所以像我們剛剛看到 老師頭髮這邊 其實它是半透明的 那這個圖檔我們可以用在哪裡 簡報 影片 網頁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呢您看到 在這邊 老師剛剛的 我們就把它拿上來 有沒有就去背好了 這樣子跟你直接貼上去 有沒有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啊 有去背跟沒去背 差很多欸 而且你可以發現說它去背的 對不對 我們看看這個法師這邊 有沒有是半透明的 真的喔 老師很早上 讓人家檢視的嘛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這個雲端服務真的很不錯 但是我跟老師講 現在這個雲端服務 已經不是只有認識人 以前我剛前兩年 認識他的時候 他只認識人 現在他幾乎什麼都認識人 因為他根本不是人 哈哈哈哈 你放假他沒放假 對不對 他是AI的 所以老師有沒有什麼關鍵字 您覺得 要給我們的 你可以看到人的 東西的 生物 非生物都可以 有沒有什麼關鍵字 老師願意給我們一下 我們來試看看 川普 川普 喔好好好 川普 你看我現在都偷懶 有沒有 我會用魚輸入 哈哈哈哈 糟糕 講太多 哈哈哈哈 好 來來來 主任您挑哪一張 看你要哪一張 第五張 第2 這個嗎 喔好好好 如果你的圖片在網路上的 不用下載 按右鍵 複製到剪貼部就好 好了 那我就拿過來 這裡關掉 這裡關掉 Ctrl加V 有沒有就貼上來了 所以 如果網路上的 不用那麼麻煩 那 比對一下原稿 你看他 連麥克風都留給他 所以如果你不要麥克風 你應該知道 編輯進去 這就解決了 欸厲害吧 好 那 這個網站其實它是有一個前提 就是什麼 主題明確就好 所以 老師還沒有什麼 要考考他的 有沒有 幫我考一個好了 青蛙 很多人喜歡考他 你知道嗎 很多人喜歡考哪一個 再下來 很多人喜歡考他這一張欸 你的耳朵不一樣 哈哈哈哈 來我們試看看 複製拿過來 你看他就知道那青蛙是他的 那個耳朵是他的 哈哈哈哈 有沒有 你可以比對一下 是不是這裡稍微差一點點 那你可以再怎麼樣 是不是再把它補回來就好了 所以 大部分他做嘛 你來收尾就好了 哈哈哈哈 好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看喔 我們剛剛的都是比較屬於生物的嘛 對不對 如果你要考考非生物的 沙發 欸 這個時候就看大家 家裡缺什麼來 哈哈哈哈 家裡缺哪一套 麻煩你跟我講一下 有沒有 老師要哪一套 這一套 可以嗎 我們來試看看喔 來 複製之後 拿進來 控制加V 有沒有感覺 他沙發留給你 對不對 只有一點點植物 哈哈哈哈 不過OK 這樣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那個AI的 聰明了齁 真的差很多 他很快 就是說他的整個進程喔 非常快 那他們現在其實也有另外一個服務 就是做什麼 影片的去配 跟這個圖片一樣 你今天 因為我們影片比較大 一秒鐘可能是24 或 30 或25 他 可以直接幫你每一張都去配 只是說這個部分 目前 他是 免費的是可能做比較小尺寸的 而且時間長度有限制 因為這個對他們來講 耗費資源比較多嘛 所以說 這一塊 目前我實在沒有推薦 可是 確實他們已經在做這個動作 已經 真正有推出來 這個是 在我們 正式開始使用OPS之前 先跟老師分享的幾個 就是 您可能在教學上 一個蠻不錯的一個使用工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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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